欢迎收看熊制作,你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与众不同的折纸 今天要来带大家折小猩猩 那近些看,可以看到这个小猩猩非常的迷你 而且折纸中是带有一点细闪的,非常漂亮哦 那这款折纸我觉得比较适合初级或者是中级的折纸者 那为什么说这款折纸它与众不同呢 这个就在于它所使用的折纸纸张 这次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专门折小猩猩的折纸 这种折纸是我在日本的百年店买到的 它跟普通的折纸有三大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后期大家也已经注意到了 就是它纸张的大小 这张纸是1厘米乘以15厘米的大小 也就是有着1笔是我的比例哦 第二个,就是这张折纸它拿起来可以注意到 它的厚度比一般的折纸要厚一些 那厚一些的折纸纸张在折小猩猩时就会容易许多 第三个,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注意到这种折纸它的正面是会反光的 而且可以看到里面带有细纱的闪片 而且好像还是磨纱的质感 而磨起来又是光滑的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折出来的小猩猩会很有质感 而且会在不同的光源下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同时又不会影响折纸时的难度 那如果你实在买不到专门折小猩猩的折纸的话 就用卡纸自己裁成1比15的大小来折也是可以的哦 那在教学时,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在这里会使用2.3厘米乘以32.5厘米的卡纸来制作教学哦 那就赶紧开始第一步 像屏幕上拿起折纸绕一个圈 再把折纸的这一头穿进这个洞里 其实有点像再用折纸打个结 然后像屏幕上这样把这个结往左边收 收到差不多了就压下去吧 然后第二步把多出来的这个角像这样子折回来 下面把折纸翻面 第三步就是要顺着这条边把折纸折过来 折完后再翻面 再顺着这条边把折纸折过来 然后再翻面 就这样以此类推 直到把折纸全部折完为止 接下去第四步就把这多出来的这个角 塞到这个洞洞里面去 接下去是第五步 用左手的大拇指 食指 中指 这三个手指 放在刚刚折好五边形的三个边上 然后再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像这样放在剩下的两个边上 接着通过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去挤压这两条边 而左手的三个手指 是起到一个顶住和支撑的作用 所以左手就不要用力了 就要这样子 用右手挤压后 当当 两个立体的角就出现了 接着就通过旋转这个五角形 把所有的角都变成立体的吧 最后再调整一下 折纸的形状 一颗小星星就制作完成了 那接下去呢 我打算用正常比例的折纸来折一下小星星 让你们看一下比例 顺便可以看一下不解说情况下的折纸 那主要就是为了看得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当 我其实还折了这么多个小星星 加上那个大星星 再准备一个带有木筛的玻璃瓶子 你还可以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字条 并把它卷起来 这样就可以来制作许愿瓶或者时间紧囊啦 在字条中欣赏对未来的自己想说的话吧 多年后翻开来看也许会是很好的回忆哦 那首先先把折好的小星星都装进玻璃瓶里 然后再放上那个大星星并调整好位置 接着再放上那张卷好的字条 最后紧紧的盖上木筛吧 来看一下侧面的效果图 旋转一下镜头 这样看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样的瓶子无论是放在家里做摆设 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作为礼物 都会是不错的选择 瓶中的字条你也可以写是给对方的信 或者是写自己的愿望 而且关于小星星的折纸 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传说如果折满一千颗小星星 那么折星星的人的愿望就可以成真哦 虽然这里的小星星肯定不及一千颗 但我在这里还是衷心的助所有看这个视频的人 身体健康 万事损心 而且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 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咯 不过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 日本的儿童节不是6月1号 而是5月5号哦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学会了的话 就赶紧回家动手制作看看吧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的话 就帮我给这支影片点赞 并且把这支影片转发给喜欢折纸的朋友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